你知道日本农民是怎样处理结杆的吗? 今天这一视频就带大家从多个维度分析结杆在日本的处理方式 日本是一个多山多丘陵的岛国 他们以水稻种植为主 虽然他们在水稻种植、除草、收割等方面全部实现机械化 但是对于结杆的处理却还是以传统农耕方式为主 而且还有一些传心的处理理念 第一个,直接焚烧结杆进行还田 在他们看来,焚烧结杆是科学且省时省力的好方法 焚烧结杆不仅能将害虫虫暖烧死 减少下一季龙作物病虫害的发生 而且还能一并将地里的杂草烧死,减少除草剂的使用 同时,结杆焚烧后留下来的草木灰是一种很好的有机肥 用来直接还田,能节省不少化肥成本 第二个,他们焚烧结杆也遵循科学方法 将结杆按一定的宽度,会拢成一排一排的 这样一排一排的烧,将结杆上的害虫烧死 而土壤中的一些蚯蚓或者其他微生物并不会被烧死 这样就不会破坏土壤中的微生物 另外焚烧后留下来的草木灰用微根机翻根将其埋在地里 能够提高土壤中的肥力 第三个,焚烧是那些用途不大的结杆 对于一些好的结杆,他们会用作商业用途 比如日本新泄县打造了一个稻草艺术公园 里面有很多用稻草创作的动物 京都美山厅用稻草打造出百年茅屋村 吸引了外地游和前去观光打卡 带动了当地的旅游产业 也增加了当地的农民收入 第四个,还有少部分结杆被打捆 用来制作饲料,喂养生畜 不可否认的是,焚烧结杆确实会产生一定的烟雾 但是我们要焊到焚烧结杆更多的好处 总理来说,焚烧结杆是利大于弊的 当然我们也要焊到他们科学的焚烧方式 以及结杆的应用价值 总之,日本对结杆的处理方式不仅多种多样 而且还炫硬自然 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借鉴 今天的中国正在进行乡村振兴 需要更多像日本这样真正懂农业、懂农民、懂农村的三农专家 为农民的生产种植 共同富裕出谋划策 这样我们的乡村振兴就止于何待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 我是谭谭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有价值 欢迎点赞评论并转发